很多人认为唐三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唐三为了扩大自己势力能够与武魂殿对抗 以便给自己创建不朽攻击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小无先进之后唐三才发现自己的实力在武魂殿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于是唐三想到了自己宗门的武器或许能够帮助天斗帝国 因此建立唐三成为了唐三急迫且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宗门才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 有着足够的资本与武魂殿进行掰手腕 这样在武魂殿的对抗中才能占去优势 不至于被武魂殿担在地上摩擦 而这也是给小无报仇最快的方法 除此之外建立唐门也是唐三完成在这个世界中 能够发扬唐门的宗旨和威望的方法 所以唐门的诞生并不是唐三为对抗武魂殿 从而给自己带来的荣耀这个目的 而是唐三为了给小无复仇 完成自己心中唐门所做出的努力 只是最终的结果却给了唐三几大机器而已 第一堂三要见唐门最抗武魂殿 其目的并不是要创立不朽攻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